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 前两天我们在聊财经的新片子 面试仅几个小时就被封杀的 这期节目的时候 聊到了一个人物 那就是前网信办主任 中宣部副部长卢伟 很多观众在下方留言啊 说就卢伟卢主任 要再聊一期 因为我聊卢主任 以及其他这些贪官的时候 我没有这么鲜明的道德评判 也没有这么高高在上的道德高地 可以占据 今天我就用这一期专门聊聊卢伟 他的经历 他的一些事情 以及坊间流传的很多事啊 有多少可能是真的 有多少可能是假的 真又真到什么程度 由此用卢伟作为一个样板 来看看中共体系内 他是个干部啊 又红又专 他是多么的难啊 基本上 人类文明开天皮地以来 还没有出现过又红又专的人 卢伟啊是安徽人 91年入党啊 他 开始工作是在广西 担任人民法院的书记员干事 书记员干啥的就记录的嘛 对吧 后来因为和法治有缘缘 去了广西法治报当记者 总编辑助理 你看去一个广西法治报在桂林 一直到91年的时候 他基本上还是个小屌丝 出身啊很寒威 在广西的一个广播电视大学 读了一个语文专业 然后由此搭上了新闻这条线 就开始干 他发迹啊 是因为他在广西期间 从广西法治报 最后搞到了新华社 桂林记者站的站长 这么个职务 他同时还是桂林知社的社长 大家知道吗 新华社人民日报啊 这种正部级的党媒 他除了在北京 是正部级的这种单位以外 往下各省啊 那是私局级 各省的这个新华社的社长啊 那都是私局级的干部 而且他们手里有上方保健 除了正常的报道以外 还有内参啊 内参啊 那真的是可以直打天庭 今天写明天下午就放到 常委的桌子上了 所以各地对新华社的记者 那是敬畏有加 很多省一级的 新华社分社的社长 出席当地的党委会 列席啊 不投票 但是参与啊 了解情况 所以这个卢伟啊 挂上了广西的分社这条线 但是他的出身太低了 他就是只当了一个支社社长 省一节啊叫分社 到市这一节叫支社 你比如说辽宁省 那肯定是新华社的分社 到大连那就是支社啊 那山东省济南肯定是分社 到底下的青岛 煙台那都是支社啊 所以支社这个级别啊 在那里面 在当地啊 在省里面不算什么 但是在当地这个市一级里面 他就和当地的市领导啊 基本上是平级的 所以啊 卢伟在进入新华社桂林设置的时候 就会有他后来的事业奠定的基础 但是新华社是个大衙门 号称万人大社 当然我在新华社里面啊 也有很多朋友 他们在那里工作很大年 他说你说我们是万人大社吧 那也得打个引号啊 平时干活的吧 大概有两三千人啊 你一说分房了吧 出来大概冒出来有五六千人 你说出国有个机会去进修啊 这个工资照发啊 大概能冒出来一万人啊 所以你看你看什么事 你怎么来统计 总而言之是个万人大社 又是一个鸟不拉屎的地儿 广西啊 所以也不显山不漏水 根本进不了新华社大领导的发言 但是啊 机会总是照顾那些有准备的人 卢伟就属于那种有准备的干部 有一年新华社的社长叫郭超人 大家没听错啊 没听错啊 超人啊 Superman啊 Superman郭到广西去考察 那既然去广西 当然要去桂林了啊 当然了 正儿八经的事情啊 大事情都在南宁搞定了 对吧 那是省会嘛 到桂林就是既考察又休息啊 放松一下 接待新华社社长的任务 当然就落到了当地桂林知社的头上 这个时候啊 卢伟显示出他在地方摸爬滚打 怎么和人打交道 怎么取领导欢欣的这个特长 在郭社长啊 在桂林待了不到一个星期 五天左右 他地方这个桂林知识的社长 卢伟就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任何事件 他没想到 他都能帮他帮他办到 等他说出来都已经办好了 所以这么懂事的一个分社社长 给郭啊 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同时卢伟还真是个业务干部 他对当地的情况是了如指掌 所以等到郭社长回到总社开会的时候 他就对新华社总社的4GG以上的干部 各部的主任以上的开会说 咱们分社知识的社长要都能像桂林的卢伟那样 新华社今天就不是这样一个面貌 会更蓬勃发展 你看这一下奠定了卢伟上升的轨迹 所以到后来卢伟就扶摇直上在新华社体系里面 很快就成为了新华社广西分社的社长 再然后成为了党组书记 因为学历不行 新华社还派他到广西大学研究生班学习 搞了一个研究生学历 2000年的时候还开始享受国务院政府的特殊津贴 这可不得了 这肯定是在专业上有所造就 再然后仍然在新华社 他就当成了副秘书长 兼任总经理史的总经理 再然后就是副秘书长 秘书长 然后是新闻中心的主任 最后在新华社做到了副社长这样一个级别 水平是不错的 是不错的 我为什么用这么多的时间来讲他原来的经历 就是讲很多人真的不是含着金钥匙出生的 他就是这么一步一步奋斗出来的 而且不要我给大家讲他怎么八级社长的这个事 就觉得他只是靠这个上来的 不会 新华社人民日报也好 那都是业务单位 你拍马逢迎八级领导 只是事情的必要条件 就是说有之未必然 无之必不然 你八级领导未必你能升上去 但你不八级肯定升不上去 卢伟就属于这种 他的专业水准那也是相当不错的 因为他在新华社一开始是管经营起家的 管经营是干啥 管经济信息 新华社光靠通稿买世界转发 大家是赚不了几个钱的 那新华社领导们专家们也很着急 是吧 怎么办得有人挣钱 卢伟就担任了挣钱这个职务 那挣的也是不错的 而且当年发出了很宏伟的誓言 就是要在经济信息数据库服务方面 要超越路透社 超越美联社 当然他有这个优势了 你看原来道琼斯 华尔街日报驻中国的首席 离开以后写了个会议录 开头几张写的 叫one billion customer 十亿用户那本书 道琼斯的首席记者写的 开头几张写的都是和卢伟负责的这个 事情相关的一些情节 因为他既是运动员 他还是裁判员 卢伟搞了个什么呢 他不但自己出了一些信息产品 在市场上和这个路透社竞争 他自己啊 还把外国金融信息机构 在中国落地的许可证的审批这事 他给他拢到了新华社手里 那到他新华社手里 当然就是到他手里了 所以啊那些这个 外企啊 路透社美联社金融时报 这些都是敢弄不敢言 他说哪有哪有这样的 你借我和我竞争 你还管我的审批啊 那没办法 这就是中国特色 特色也只能这样 对卢伟啊也是这个 两手都抓 两手都很硬 其实啊 卢伟在广西桂林当书记员这段经历啊 也很重要 我只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啊 只给大家讲一个故事 这个故事啊 是他在网信办的时候 跟他的一个副手讲的副部长啊 副部长 他跟我都是哥们了对吧 那这个他们回忆起卢伟来 经常想起 卢伟跟他们讲他起家的时候在 广西桂林他经历的一件事情 他认为当书记员 有一次啊广西桂林法院 呃判了一个案子 当事人被告是女方 女方啊被判了个十几年吧 为啥判他呢 这个女孩啊 家里没钱 交了个男朋友 这个男朋友啊没别的爱好 喜欢学外语 喜欢学外语就得背单词啊 背单词就得有词典啊 啊他们家也买不起词典 那个男孩家也买不起 这个女孩啊 有一次就到桂林市的新华书店 看到有一本这个 啊 新华字典啊 这个这个 英汉字典 咬了咬牙 把这本 英汉字典啊 穿兜里 出来以后 给了自己男朋友 作为定情的信物 哎这事后来啊 事发 抓起来了要判刑 后来确实也判了 那当时作为书记员的卢伟啊 他就 全程跟踪了这个事件 他后来就跟北京市委也好 跟中宣部也好 这些领导还有他的下属讲 那你说法律这个东西 他是好呢还是坏呢 那你说这个女孩 就为了这个词典 让男男朋友背单词 犯了这么个错 甚至犯了这么个罪 那他到底还是好人还是坏人呢 法律这个东西 那真的是有时候难讲 所以卢伟啊 从那时候开始 他就没有这种 很虚头巴脑的那种所谓的是非观和善恶观 他就从他心里边 他觉得那个女孩值得同情 从他跟周围的人讲这个故事 我也可以 琢磨出来 卢伟啊 他也不是个多坏的人 那他到那个位置上 无非就是和中共其他干部一样 搞七搞八最后搞到了那个程度 那不要不那么弄吧 他不行啊 那只能这么弄 那最后就成为了这个典型给他拉下了吗 那卢伟真正变得非常狂起来 还是他当上了啊 网信办的主任才开始的 因为在新华社内部 他是排名不是这么靠前的副社长 他也狂不起来啊 因为新华社那个氛围啊 这个和别的新闻单位还不太一样 那他狂不起来 到了网信办 那开始那叫中国的网络沙谎啊 海外的网站海外的互联网服务到中国 他说掐死谁就掐死谁 那叫一言九鼎啊 那叫这个权高位重啊 那从那时候开始他不飘都不行了啊 所以他非常的狂 这个狂也导致了他最后落马啊 大家知道他 狂的根子出在什么地方吗 中共内部尤其是这些文宣单位 那当然就是啊 表面小哈哈背后捅刀子了啊 你这些知识分子没别的水平啊 手无腹肌之力啊 上上阵那个打仗 那肯定是这个啊 一听见枪声就爬倒那种镜头 但是搞人捅楼子啊背后捅刀子 那中宣部呢是一绝 更何况卢伟当时处在一个非常非常敏感的位置上 为什么 他去中宣部当副部长的时候 部长是刘其宝啊 刘其宝是中宣部长啊 人家那也是这个刘云山的人啊 现在刘其宝都是书记书书记人家是中央大领导了 政治局委员是吧 当时刘其宝是 正部长 大家知道 中宣部的副部长里面还有几个是正部级吗 我告诉你三个 奇葩吧 一个单位有四个正部级 一个是部长 还有三个副部长 那俩副部长正部级是谁呢 一个是黄坤明啊 黄坤明现在是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啊 他接了刘其宝成为宣传部长 他是当时副部长的时候 他就是正部级的副部长啊 还有一个是蒋建国啊 蒋建国啊 这个湖南人啊 后来也当了啊 这个国院新闻办的主任 你说这么多的正部级 他是排名第四的副部级 在副部长里面他排名第三 但他就是这么狂啊 他的风头啊 早就已经压过了啊 其他几个副部长 包括正部长 这几个人啊 黄坤明 刘其宝 蒋建国啊 那可是恨死罗伟了 没少在中央说他的坏话啊 当然到后来 这个蒋建国也出事了 蒋建国本来有希望 不这个刘其宝的后尘进政治局呢 但是就蒋建国的儿媳妇啊 和他的儿子离婚啊 儿媳妇啊 掀桌子了翻脸到处告啊 蒋建国让他儿子开办公司 以他儿子的名义啊 到处敛啊 到底下出版啊 发行啊 对外宣传啊 各种单位去搂钱 这导致了蒋建国最后没有落马 也等于是落马了啊 所以你看中宣部内部复不复杂 惊不惊悚 他就是这么一个实际的情况 所以中宣部这几个副部长 加上部长刘细宝都拼命的跟中央 告这个卢伟 中央弄着弄着心里也不踏实了啊 干脆再派一个老大自己的人来吧 谁呢 从上海调来了徐林啊 徐林担任 网信办的副主任 那就要跟卢伟搭班子了 但这个时候卢伟连老大的面子都不给 徐林到了网信办以后啊 没人知道 新来的副主任办公室在哪啊 因为卢伟啊 亲自给他安排了一个鸡脚嘎啦 轻易找也找不着啊 让徐林啊 深受屈辱啊 打脸 所以徐林啊 最后也成了 要拼了老命 也要把卢伟给搬掉的 这么一个白头兵先锋 那卢伟的这个狂啊 他体现在各个方面啊 不但他狂 他提拔起来的这些小兄弟啊 部门主任 甚至他的副手 也都很狂啊 那 当时啊 这些互联网这些公司的大佬 那提起卢主任来 那都是 吓得跟老鼠见了猫一样 见了他手下也一样啊 我跟他手下打过很多次交道 有一次因为一个业务上的事啊 涉及到了马老师的阿里啊 中午我跟他们第一个人吃饭 这个事能不能麻烦领导给打个电话啊 这都是事情很清楚 应该怎么办 领导打个电话催一下 这个事就顺利解决了 哎 卢主任的下属 说 打什么电话 我就写个条子 你看马云敢不办吗 哎呦 当时那个 那有一个气势 连马总都没叫叫马云 我写个条就行 打什么电话 他肯定给你办啊 怎么怎么样 哎呦我一看这个网信办 这真是不得了啊 那个气势 那个一言九鼎 那个碾人像碾死蚂蚁一样 那个劲儿 让谁看了都害怕啊 不但国内的 二马马 马云马化腾啊 李延红啊 张一鸣 这些人害怕 连国外的小渣都害怕 那小渣那个时候还梦想通过和卢主任搞好关系 千锋百计 把Facebook 脸书给弄紧中国去啊 打死他也弄不进去 他为了讨好卢主任啊 甚至不惜啊 来北京出差的时候 冒着北京的雾霾 小渣带着一队人等啊 这个Facebook中国的员工 大早上跑步啊 跑过天安门啊 穿着短裤 哎呀 让外国记者都给拍到了 你说这个小小渣啊 让卢主任给给折腾的 为了巴结北京 那真是使出了洪荒之力 那更过分的是啊 小渣有一年啊 欢迎这个卢伟 访问加州访问硅谷 在去脸书办公室的时候 哎 卢主任一进去发现 小渣的桌上放那本书 英文的啊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哎呀 你看他没功夫港公司天天学习 这个习主席怎么治国理政的 哎呀给这个啊 谁呀 这个卢主任高兴的 你看这个在我管理下 外国公司这些大老板 小渣这样个级别的 都认认真真学习中国的治国经验啊 你说那个当时再加上 随团的中国记者 还有跑去跟风的这些外国记者 一拍照片 哎呀 那叫扬眉吐切啊 那个时候我认为啊 是卢主任的高光时刻 那再往下聊啊 就要出大事了啊 咱们卢主任这里这一集节目啊 咱分两集啊 因为长度太长了 有些观众说太长了不行啊 这短一点 下一期我就给大家讲几个标志性的事件啊 导致了最后啊 卢伟从助产兵沦为截下球 以及他被抓之前一些细节 好 欢迎你啊 给节目点赞 就点一下啊 节目右下方的小手 就等于您点赞了 最近点赞很多 我们深表感谢 这也让我们的节目啊 到达了更多朋友那里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感谢